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于1987年 率先将自然疗法、同类疗法和碗产水疗引进香港 我们提供各项整存性治疗方式 排除体内毒素、增强自身免疫系统 一切尽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电话25773798 欢迎收听完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我是Della 今天会继续和袁大明自然疗法医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医疗资讯 和最新的发言 让你和你的家人都可以享受到健康快乐的人生 Hello 袁先生你好 Hello Della好 大家好 在新闻上前两天国际上有一件大事 就是日本的首相安倍晋三先生 就突然间请辞 他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身体健康状况出现了问题 而报道上就说他的结肠炎是复发 袁先生可不可以和听众分享一下 结肠炎究竟是什么 而令到一位国家元首都要急急去辞职 那么重要的 这个结肠炎是否真的影响那么大呢 其实他这种是在医学上 所谓叫做肠炎症 英文叫做Inflammatory bowel disease 基本上是一种慢性肠炎发炎的毛病 主要有两大类 一种我们叫做Chrome disease 就是黑雷士病 第二种就叫Alcerative colitis 可以说是溃烂性的 溃扬性的结肠炎 我估计这位日本首相应该是属于这一类 就是属于一种溃扬性 在临床上我们看到的主要的特点 通常就是一种在某一个肠的部位里面 出现重复性的反复性的发炎 在美国来说 有成140万人是有这种病的 而通常就是腸炎大概都平均的 分开Chrome disease和Alcerative colitis 大概是平均的 什么年纪都可以出现 但是最常出现就在15岁到35岁 比较年纪轻的会出现 而女性比男性是稍为多一点 在美国来说白种人的患病率 是人的2至5倍 亚洲美国人 反而如果是一个犹太族的人 差不多是非犹太人的3至6倍 这两大类型 我先讲讲主要的症状 表面症状 譬如黑龙士病的Chrome disease 通常的表症是间断性的 重复性断断 即断断逐下的辐射 还有是低消 还有是右下腹有些痛楚 然后就是没有胃口 体重消减 放屁 还有是作病的感觉 还有腹部感觉很痛 尤其是右边下腹 比较多 当然用X光照 你可以看到 细腸的尾端 会有异常的情况出现 另外这个叫做轨阳性的结肠炎 当然它也是有大血的辐射 还有下腹是一种抽痛的 cramping 也就是腹部按压有些痛 体重消减 还有有轻微的发烧 现在这种情况 你照一下肝门 你会发现有时候可能有肝裂 肝门、肝瘡、肝瘤等 这方面的问题 也有时候我用X光照镜 或者用大肠镜 你可以看到发现的情况 是 crone disease 可以说是1932年 有位crone的医生和同事发现的 早期的部位 通常是细腸的尾端 属于这个 比较多些的 但当然 炎症的部位 可以说是 整条腸都会出现的 好 那个 绘扬性的结肠炎 也是一种 在腸的包围膜 虽然是一种 没有什么独特性的炎症 其实很多方面的症状 其实都是比较相似的 是的 不是说一些很特别的 那些 你说辐射 发烧 体重 或者是减低 或者是很疼痛 很多时候都是这种 经常发生的 但是 有没有说到 那些成因 通常会是怎么样 现在已经看到了 大家都可以差不多 虽然 crone 是早期发现 当时的定症 就是说 在那个 细腸 三十多尺的细腸 尾端 但是其实很多时候 是承断上 都会有影响 所以 某种情况上 亦相似的 症状方面 病的发展都很相似 但在抗症状态是会死人的 对 严重很多 比较严重点 会死人 当然 绘扬性的结腸炎都会出血有性 所以有一种说法 其实这是不同的阶段 在我们的病人里面 都处理过很多这类的病 即是不同的阶段 严重的那些已经被人割了腸 挂袋 先来找我们做专手治疗 亦都很多时候已经被西医医医了很久很久 但不断地重复性 磕血 磕散 当然也有些是早期的那些 我都开始要处理 所以我早期的时候 我有一种简单的说法 即是一种叫做 抢击 irritable bowel 抢敏感 抢流 我用这些观点去处理它 但到最后就真的 溺扬性 再变了抗症 这是会致命的 很多人一路消瘦消瘦 吸收不到 饿死 营养缺失而死 在我的经验里面 其实我们不同阶段的病 我们都处理过的 当然 有些已经被人的腸已经割了 就比较麻烦一点 但始终割了都没有好过 不断地吃铝固醇都没有好过 所以我们痴病其实要全方位去了解 到底这个病是什么问题 才可以处理得更加好 所以曾经说 其实是什么成因呢 在早期我们的资料发现 其实应该和遗传都有些关系 比如早期那些患病里面 很多时候家族性的患病 就是这两类的病 都有15-40%是家族的不同的成员 也有相似这种病 所以遗传的因素应该挺大的 还有一个可能性 就是那些細菌感染 微生物 比如一大堆 比如蚊蚊蚊細菌 可能那些毛菌 可能那些肺炉病菌 可能那些病毒 可能是一个全界 但这个大家都是热烈吐笼 大家都没有定断的 其实大家都知道 这些所谓的微生物 我们的肠里面是很多的 我们肠里面什么群都有 什么病毒都有 我身体里面 比如冠状病毒 我经常跟大家说 是个人都有的 所以你经常说 什么冠状病毒 就是大家要了解 不是说冠状病毒出现在身边 接触你就会病 其实我们个人都有的 所以我们的肠也是 肠里面的细菌病毒 是多过我们的细胞的 这个本来好好的 正常的细菌 那个菌熟 就算毛菌也好 突然之间会变成 影响我们的健康 很明显是一个大家的平衡 是 大家的互相的接受 平衡是失去的 所以好了 到慢慢地 我们发现 原来在1950年之前 我们看到那些病 通常都是跟那个围状有关的 但很有趣 到50年代 1953年之后 慢慢地 就生加得很快 那我们知道发生什么事 什么原因呢 那时候 我们开始大量用抗生素 每年抗生素的开放 是多了很多的 那就是这个 和这个病的增加 是差不多成正比例的 那就是很明显 抗生素是会破坏 我们身体的正常的菌熟的 那这个破坏了之后 我们这个正常的菌熟 是变成一种不正常的菌熟 始终我们的身体 所有的菌 都是会常常想办法都要生存的 就是如果你给一个环境 它可以生存到 那它便安定地生存 那如果你给一个环境 你是企图要杀它的时候 那它就会抵抗 它会争扎 它会变种 它会适应 那适应到某种程度上 就变成一种更加毒 我经常说 抗生素的滥用 就已经制造了很多更加坏强的细菌 那除了抗生素之外 我发现 现在我们都用了很多 所谓的非类固醇的消炎药 OK 包括止痛药 Ibuprofen 还有最近 发现很多用的暗瘡药 Accutane 都是会导致这种病的增加 大家也知道 这个Ibd 这种病 跟身体免疫能力的破坏有关 但是这个是因是果 大家都不知道 很难的 因为其他病出现了之后 我们的免疫能力 同时也好 会看到这个现象 好了 他们发现 其实我们的饮食 都是一个很大的因素 很明显 我们近年来 近代 我们人的饮食 那个习惯 是改得很快 有几个研究 是分析到 发现 在病人未病之前 通常病人里面 通常吃很多精炼的糖分 化学处理过的脂肪 和快餐电 肉类就比较多 而相应是比较少 那些新鲜的蔬菜 水果 米加三油 和我们的纤维来说 是比较少的 这个也是一个过去的营养的习惯 是一个因素 还有一个因素 然后呢 就发现食物的敏感 OK 就是很多时候呢 我们发现 这种病的人呢 他对食物敏感 是比较普遍一些的 我都说过 大家可能听过节目都知道 其实我处理食物敏感 现在食物敏感出现 背后呢 其实很多时候 是那个腸瘤 那为什么会腸瘤出现呢 就过去呢 因为那些药物 药物 抗生素 刚才我所说的那些 雷菇醇 脂痛油 烧原油呢 是破坏我们的腸壁 那个完整性的 那便会出现这种问题的 所以我们看到呢 就是如果我们将那些病人里面呢 很多时候呢 他那个米加三的油呢 是比较少了 而米加六的油呢 是相应来多的 那就是很明显呢 我们现代那些西方那些食物呢 是一个很大的关系来的 那你刚刚听了 袁医生呢 帮我们介绍了呢 究竟是我们经常听到的 就是肠发炎啊 结肠炎啊 或者甚至现在 手上要辞职 而引致最要辞职的疾病 这个结肠炎的 一些的初步的那个认识啊 和那个分野 是应该是怎么样我们去的 或者是也都可以提及到 为什么会现在这么多发生的 和我们的饮食呢 是很大的关系的 OK 这一节时间差不多了 一会儿我们回来继续自然疗法 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结肠炎的自然疗法 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去大自然里面 我们除了鞋啊 在那些草地行走下 这样呢 就可以做到接地器 但是城市人工作那么繁忙的时候呢 其实现在市面上呢 已经是有一些接地器的产品呢 那在我们的健康店呢 已经有很多的客人呢 就是买了回去的家里呢 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 这个接地器的治疗了 接地器产品呢 可以在我们陆创意的健康店 可以买到的了 联络电话是28824848 欢迎回来第二节 圆网台的自然疗法与你 继续我们今天的题目就是 结肠炎的自然疗法 现在上一节呢 就帮我们提及了呢 这个结肠炎呢 这个炎症呢 其实很多在研究上面呢 就发现了 就因为可能是 那些饮食习惯的改变啦 营养不良啊 也都呢 引伸到很多时候呢 就可能是那些西药 那些药物啊 那个抗生素的影响之下呢 而产生了这个 这个结肠炎呢 那是不是这个病 就是西医那方面 就认为没有得医呢 而导致手上呢 都要为自己的健康来说 要辞职啊这样 那也都提及了 很多在美国呢 超过140万人呢 是患有了这种病的 那相信应该有很多 这方面的研究 那这个结肠炎究竟 是因为其中有个研究 就是有个指引 就好像就是 因为吃了很多药出来的 那你再用那么多的西药 都不会痊愈的时候 其实会不会有机会 这个病 它自己会痊愈的呢 而你在临床上面 也都处理了那么多的病人 那么在自然疗法方面 我们可以怎么去处理这个结肠炎呢 那就是通常啦 既然这个病那么普及 那么多人有 那所以呢 这方面的研究也是很多的 那通常呢 很多时候呢 作为一个疾病的研究呢 我们会做一个呢 就是说呢 就是我们想观察一下 这个疾病的自然的过程 是 就是如果你医它 或者你不医它 它会怎样去发展下去呢 那尤其是我们曾经都讲及呢 其实很多时候 那个病呢 跟我们用的药物呢 是有直接关系的 那么这个出现了炎症 那么好了 那么它第一个 就是过去的研究里面呢 其中有一个呢 是在国立的 叫做National Cooperative Crohn's Disease Study 就是NCCDS OK 那么它当时呢 它就是检讨了七十七位病人的 那么它呢 这七十七病人呢 就在 只是用那些安慰的治疗 就是不是真正的治疗了 那么观察它呢 大概是十七个星期的 OK 那么它也都有一个 有一个叫做 Cronedec的活跃的指标 那么通常呢 它们都是高于150 就是某种的指标里面看到的 那么它发现呢 在这十七个星期里面呢 就是用安慰药 就是没有真正去做人治疗的人呢 那么呢 就结果十七个星期之后呢 其实是怎么样呢 第一是没有人死亡 OK 起码在这么短的时间没有人死亡 那么还有呢 就是大概有七位呢 它说的是有七十七的病人 那么有七位里面呢 九个百分之后呢 就有出现了那个病症呢 是恶化得挺厉害的 那么它恶化呢 可能呢 出现那个那个 那个治疗啊 那样 那就要令到病人呢 就要进行呢 那个开刀 是 干扰它的 那然二十六 二十五位呢 就是大概三十二个百分之呢 就出现了呢 就是没有那么严重的恶化 OK 那就是它的主要指标呢 就增加了 OK 那也都是呢 还有呢 发现它会发烧 比如高一百度华氏的发烧呢 是持续两个星期 这个就是 就是 就是 不是那么严重的 但是都恶化了的了 那么通常呢 很有趣呢 那么其中呢 有二十六个人呢 是发现呢 它就是自己 就是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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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 就是自己 自己痊癒了的 还有一样的资料呢 因为它用那个 CDAI呢 是一个指标的 啊 看看它那个 就是那个症状的严重 是有没有变得了 那发现呢 在这十七个星期里面呢 差不多四十九个百分之 那些病人里面呢 是它的那个 那个指标呢 是 是低了的 低过150 那就是说呢 其实呢 你没有进行的治療里面呢 其实都差不多 有成一半个人呢 自己都会改善 或者痊癒了的 OK 那所以呢 就是 就是如果遇到 这些病的病人呢 所以第一件事呢 就不要感觉呢 就要急切 要去拼命 去马上去搞些事情 因为呢 就算你什么都不搞好 其实它都有一半的机会 是自己会舒缓的 自己会痊癒的 这样的 那在那个自动痊癒的人里面 那它发现呢 是大概二十个百分之一 在一年里面出现的了 那十二个百分之一 是第二年出现的了 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呢 那在那些安慰组的人呢 如果他们里面呢 是没有过去 没有用过雷固醇那些 那些药的治疗的话呢 那差不多呢 有四十一个百分之一 就是会自动痊癒的 就是比较高很多 那就是很明显呢 那就是很明显呢 你用过这个 用过那些药物 包括雷固醇用过的时候呢 他那个 那个 就是没有用过那些药物 治疗过的人呢 他那个 自动痊癒的机会大很多 治疗是 会很多的了 OK 好了 那在我们的治疗里面呢 我们也就是要考虑很多东西 那就是第一件事呢 就是他对他出现 其实有一种肠瘤的 那就是变成了很多食物呢 就是会对他来说 会增加他的炎症的 那当他是一种食物文革也好 或者总之食物不受也好 我们尽量呢 都会第一件事呢 就是减低那些阿米加绿糕的食物 那譬如苏米啦 牛肉啦 肝啦 猪肉啦 羊啦 牛肉类的食物啦 那个黄豆类的梳药啦 那还有那个葵花子啊 Saflower Sunflower 这里啦 还有粟米油 那这方面我们会减低它 那就增加了呢 奥米加3的比较高的油 譬如大家都很熟悉 这个EPA EPA那种脂肪酥 Acocopanolacid 那还有呢 Ducosal Hexanolacid 就是DHA 那这个大家香港人都很熟悉的了 那这些通常呢 那就是那些冬天的 那些冬天的水流 我们要留意就是那个肠里面的抑菌 其实我肠里面起码有400多种不同的菌族 所以问题是有时候不是菌族的量和质量很重要 有一个名字叫Dysbiosis 菌族的缭乱 所以发现很多时候在患了这种病的病人里面 他的身体里面的菌族是比较多了 我们叫做Gram positive anaerobic bacteria 就是比较多的 另外一种是Gramlithic raw bacteria 这有两种的细菌是比较多一些的 很明显是肠里面的菌是什么菌 很明显是影响你这种病的问题出不出现 所以菌族的方面很重要 所以在我们的处理里面 我们会尽量将好的抑菌放进去 如果我们遇到所谓Chrome disease 我们很幸远十几二十年前 我们就发现了有一种菌 这种菌是一般我们的肠里面不出现的 但是在我们的土壤里面出现的 这种菌以前的人没有那么紧张卫生 什么都要消毒 什么都要洗 沙虫药 所以我们很有机会在田园里面摘些蔬菜 对 真是在口里吃 哪怕泥土里面这种好菌 就有机会用得到的 所以我们今时今日就会采用这种特别的菌族 来处理这些严重性的黑龙时的结肠炎 当然现在我们病人里面 有时候除了肠炎的问题 从而出现了其他附带的病 例如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是出现关节炎的 那需要处理 有些周边性的四肢性的关节炎 可能会影响他的膝盖 竹果 手肘 手腕 也有些会影响脊椎 所以在我们处理这些病人里面 我们就要处理这一类 这种所谓附带性的病 好了 循庵发现 其中病人里面有百分之十五 就会出现皮肤的毛病 有些肺痒 可能有些红肿 有些特别的疹痕 痕 也可能有些肺痒 就是那些肺痒 口肛的肺痍 还有一个附带的就是肝的问题 可能胆管的发炎 慢性肝炎 肝硬化 这个都会出现在IBD的病人 大概有三到七个百分之十 其他就会 比如血管的炎症 导致我们血的循环 去我们手指和脚趾出现问题 也有些是我们眼方面的炎症 眼角膜 炎 眼周边的组织的发炎 甚至乎腎石 胆石 都有 小朋友出现 刚才说15岁 有些很小的 可能成长出现问题 有很多方面的 所以我们在处理这些病人 我们都要处理附带的病状 当然了 最主要的病人 这种病人的病人 通常有肚射 作闷 肚痛 吃东西之后就不舒服 然后就是体重消减 营养方面越来越差 我记住 最后肚射是饿死 营养不良死 所以我们很想办法 就要营养方面 要保持 它不会出现营养不良 当然了 那个问题 同时我们都要保持营养方面 基础营养是尽量给它用的 其中一个经常出现的就是食物敏感 在我们的处理里面 我通常会先帮它做食物敏感测试 我们发现很多时候 比如小物 牛鱼类的食物 或者我记住物胚胎这方面的食物 很多时候都是一个问题 我们通常在这方面 如果测试到什么食物敏感 暂时一定要回避一下 另外一种是纤维 发现高纤维的食物对它有帮助 早然有些医学上有很多说法 在这些情况之后 它已经这么不舒服了 你给一些太高纤维 是 纤维它出不了 它是受不了的 但发现我纤维的质素都很多了 我用一些好的纤维 在我们的处理里面 我当然都会用大量的维他命 矿物盐 升 叶酸 维他命B3 这个都是很重要的 我都会营养补充剂 当然是维他命D 当然香港的好处是 香港始终太阳很慢 维他命D的缺乏 D3的缺乏比较少 除非你真的包住 一点都不肯用 好了 另外一种我们就叫做 prebiotic 其实是一种 养到靓菌的那些纤维的食物 例如Bram Cylian Hux 这些这样的 Enollin 很多这种营养粉 对养的好菌很重要 当然就是益菌 我们会用一些很好的大量益菌 在草药方面 食疗方面 我们发现有什么是姜黄粉 我和大家都是在一个特略节目 和大家介绍的 姜黄粉是一个消炎的 对这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 那种一种就是一个 Ayurvedic 在印度的医疗里面 有一个叫Indian Frankincense 是Boswillia Serata 这个是一种抗炎的 这方面也很好 但还有一个容易大家都熟悉的 就是奴会 我们都会用这几个简单的工具 去照顾这些病人 但当然我们还有一个杀手锏 就是我们的同类疗法 就是遇到一些很特别的症状 除了我们帮它打底之外 避免敏感食物 拿了益菌之后 跟着我们就要视乎 它的表现出来的症状 就会是针对性用同类疗剂 所以在这方面 我们都有相当不错的经验 但是始终你记住 这类疗病是一种西医的角度 是医不到的 是没有得意的慢性病的 所以一定会反反复复 所以我们通常都要我们病人 解释清楚 你记住 这个是一定会要有耐性 OK 就是医疗的好不好 就是除了我医生的本事之外 其实也要你配合 以及要明白那个过程 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 就是我们最近 我知道大家都提过 我们病人里面 一般都是癌症病人的 有时候有些癌症病人 在医疗过程里面 又出现了一些发烧 有一种好转反应 做得感冒症状 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所以大家一定要在观念上 要搞得清楚明白到配合得好 其实没有什么病 我们是说是没有得意的 是啊 相信我们都看 就是刚才袁医生 也解释了很清楚 在那个临床上面 治疗上面 其实可能简单 就是说出现了一个叫 叫结肠炎 一个肠里面的发炎 但是其实是有引伸到 是其他很多方面的身体的 不舒服的情况都有的 甚至是 就是譬如去到 癌症病人 是真的会出现死亡的 在这个治疗过程里面 真的不会是单一样 我相信这个日本手术 安潘罪三先生的时候 其实他这次的决定 应该就是他反反复复很多次了 搞得他自己可能真的 真的不可以再接受到 那么高压力的工作之下 去这个请辞 就是 当然 他可能在治疗方面 只是反反复复用不同 不同类型的西药 而令到 这个问题 好像遮掩了 但其实是不断加深加深加深下去的 也都看到 在我们的食物里面 对我们的一个 可不可以康复 或者我们用的方法 其实就有很大的影响性 希望 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可以令到 我们的听众 又对这方面 自己的身体那方面 就更加多的认识 更加的认深 刚才袁医生提到一些 可能大家的听众都发觉 自己可能都会有少少这些炎症 或者是什么的时候 当然最好想了解一点 就来找袁医生做一个认证 当中提及到有些产品 例如芦药 姜黄粉 这些维他命D3 或者是那些鱼油 在我们的陆创意健康店里面 都有出售的 大家可以从这方面 再去了解多些自己的身体 健康的状况 多谢袁医生今天和我们的分享 我们的时间都差不多了 如果各位有些急切性的问题 可以打以下这个电话 和袁医生做一个会诊 电话号码是25773798 而在海外的听众 也可以透过Skype 和袁医生做一个网上的会诊 可以E-mail到 cs.naturalhealing.com.hk 预约 如果想重温我们的节目 可以上回我们的网址 如果想购买今集袁医生所提及的产品 可以打到陆创意健康店 电话号码是28824848 又或者可以浏览陆创意健康店的网址